各位好,我是卡老师 星期一回来,又有很多工作要做 同学生一直在做电脑控制的树琴 现在做了一点,你们先看看 大家可能会觉得,咦? 你上次也有四个砵子,今次只有两个,你还说做多了 但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那个设计是修改了 现在我加了一块砵片在这里 因为砵片是参照我的指甲做出来的 这块也是 所以现在弹出来的声音,比起之前就是实正很多 大家听听 而且由于这两条的支架,已经安装得很实正 所以,还有呢,两个位置我都固定了,所以现在很稳定的 那这个习组呢,我今天,明天,后日,这三天就会和同学一起完成它 其实很简单的 然后呢,既然这两个成功了,我就只要砌其他的支撑物 但是呢,每一个会不同颜色的,为什么呢? 因为在树琴里面,其实是基本上有颜色分的,颜色线 六青蓝指,红橙黄绿,青蓝指 刚刚七个色就是七个音 所以呢,我就会用这些 3D打印部件去分七个色 将来呢,维修这个琴的时候就很容易记了 好了,大家过来这边看看,我在打印什么呢? 我在打印绿色 绿色即是什么音呢? 如果是红橙黄绿,是不是? 绿就是第四音 即是,咪花就是花音 那之前呢,我没有打印得那么频密的 因为,未肯定成不成功 那么现在,这样清楚了,那个音 那我就会安装这个绿色的,下去这个绿色线 只需要再加少少的程序化 那这个树琴呢,就可以像一个钢片琴一样 可以自动演奏的啦 为什么这么心急呢? 这几天就要跟学生完成它呢? 因为,未来的7月21号 我们就会去一间学校的章绵天中学 展示我们在电脑控制音乐方面的成果 所以,这件事其实已经做得有个眉目 我就想尽量这几天完成它 这样,希望到时报告给大家听啦 好了,今天分享到这里了 我是太老师,喜欢我的视频的 请你关注点赞和转发开去吧 拜拜